大家好,今天為大家來介紹 這是Gibrata出的Paul Holt Cutter 他是專門來挖大骨洞 然後呢,他後面有這個地方有一個指針 那他是半徑,這個地方是他的刮刀 然後呢,他從兩吋開始 兩吋、三吋、四吋、五吋、六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尺上面,假如說這樣放的話 這樣子,很清楚的 刀子放錯了 對,這個位置 所以這邊是三吋 那表示這邊是六 為什麼挖了洞之後,這個洞就是六吋 假定我們今天要挖一個五吋的 那就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二、三、四、五 挖五吋,五吋的一個洞 好,差不多 平常一般大骨的挖洞 差不多四吋、五吋、六吋是最多的 好,那假定 我們現在要挖一個洞 那假定要這個位置 我們來試試看 用小骨來做個示範給大家看 挖個洞 多大洞呢 好,五吋的洞 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 用把它壓下去 對,壓下去 好,貼到一聲卡一聲 然後呢,這個地方要用 開始挖 轉一圈,慢慢轉 慢慢轉 哦,大家可以看到 很明顯的就挖一個洞出來了 對,因為到底的時候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它有點跑掉 所以 幹嗎 不行